市長一定要帶著他兩大局處收長 一定要為此事負責跟道歉 兩個政務官一定要下來 恩爸怒意聲聞 痛批新北市府以託代變 隨著橫向錄音檔曝光後 恩爸再跑七打質疑 不只在批新北市府以託代變 隨著橫向錄音檔曝光之後 恩爸再跑七打質疑 包括新北這個SOP 誰該為此負責 以及衛生局衛生所失聯原因 還有橫向間各自不斷重複詢問 衛生局和雙和醫院的通聯記錄 和電話錄音檔案又在哪裡 以及第一時間恩遭雙和拒收的原因 橫向之間針對恩病況表達不夠確實 以及恩已經昏迷 沒第一時間派車 還要他們打1922 再次強調新北沒有自創SOP 新北沒有自創SOP 新北沒有自創OSOP 打不通電話是因為戰線 新北衛生局衛生所沒有暢空城 雖然消防局長六度強調 新北沒有自創SOP 兩局長解釋說法 卻無法說服恩爸 要求新北市府提供三份行政調查報告 我希望他開啟行政調查 然後他四月下旬也有一個內部的調查報告 送醫的那幾天他們也有提交一個報告給到中央CDC 我希望他把這三份報告一起提交出來 你早上說你要扛起責任 問你扛起責任的具體作為是什麼 你下午怎麼又蓋頭 這個司法的調查是公正的客觀的第三方 該護的所有的相關責任 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完全沒有例外 恩爸表示 江漢律師眼裡提告新北市府 雖然嘴上說權力協助扛起責任 但事發至今兩個多月 事件拼圖卻沒拼期 連道歉兩個字也說不出口 司法律師的嚴峻講話 日文新北市報導